Hello,大家好,这里是玩具艺权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日本食玩是 DIY光之美少女的果冻裙子 这些美少女呢,都是甜品师哦 那你们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是草莓味的果冻 背后是制作方法的介绍 需要用到微波炉还有冰箱 看一下里面的材料包 这个是她们的卡片 背后有她们的名字 这包是做红色裙子的粉末 这包是做蓝色裙子的粉末 然后这个是裙子的模具 我们看一下裙子上的花纹 这一格呢,是用来装水的 我们先做奶油天使的红色裙子 把这一格加满水 然后倒进粉末里面 先搅拌均匀 然后呢我们还要放到微波炉里面 500瓦的微波炉加热一分钟 加热完还要再搅拌几下 倒入对应的模具中 这一格是倒红色的 好的,我们再来做冰淇淋天使的蓝色裙子 按照刚才的方法重复一遍 再来一下 这个让我想和您的配合 再来做冰淇淋天使的蓝色裙子 做灰淇淋天使的蓝色裙子 再次切一点 好的 蓝色的是倒入这个格子里面 最后一个颜色呢 我们把红色和蓝色混合在一起 那搅拌几下呢 就可以得到紫色了 这个是马卡龙天使的裙子 接下来放到冰箱冷藏 两到三个小时 它们的果冻裙子做好了 赶紧把它们弄出来吧 用牙签再边上轻轻地刮一圈 然后再让一些空气进去 好的 再倒蓝色的 最后紫色 哇哦 好漂亮啊 可以看到裙子的花纹了 每一条裙子的花纹呢都是不一样的 蓝色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 你们觉得哪一条裙子最漂亮呢 我们来把卡片插上去 这个是奶油天使 哇 插上卡片之后更好看了 然后这个是冰淇淋天使 然后这个是冰淇淋天使 好的 完成 这三个天使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嗯 好甜的草莓味啊 很爽口吃起来 还不错 这个是光之美少女的扭蛋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个美少女呢 蓝色的是冰淇淋天使的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天使 奶油天使 奶黄天使 冰淇淋天使 还有佩克林 这个冰淇淋天使的小挂件呢 感觉更卡通化了 头做的特别大 头发也很多 我们和这个果冻对比看一下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光之美少女的果冻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实玩视频 记得订阅玩具一全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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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